謊稱羅志祥員工 臉書之狼 一個月性侵兩少女 新北市這名21歲臉書之狼江伯智 犯案累累 他在網上匡稱自己是大學生 還說是藝人羅志祥的幕後員工 以此誘騙女粉絲加他為好友 趁機加以誘拐性侵 短短一個月內在新北市犯下兩件性侵少女案 他平常窩在網咖靠偷竊為生 上月中才因性侵12歲少女 被裁定以4萬元交保 前天他又再度犯案 在臉書誘騙這名受害的13歲少女 見面後 他先扣留少女手機 再騎車載她到陽明山淡水等公廁 短短9小時內性侵4次 事後嫌犯提議透切停車廠財物 少女假裝配合 要他先把擦拭經液的衛生紙拿去丟 我被綁架了 請打電話給我媽媽 不久嫌犯回來 少女假裝討論樂透號碼 趁機寫下母親電話求救 管理員打給少女母親 警方趕網圍捕 嫌犯騎車在少女逃竄 一度衝撞圍捕警員 最後仍被制服 訊後被依加重強制性交等罪嫌法辦 並遭檢察官申請羈押 這種惡狼多次犯案 竟還能到處趴趴走 對此士林地監書表示 按檢方電腦記錄 嫌犯是首次涉嫌犯強制性交罪 加上被害人指控內容有些不明確 才讓他交保 但例行基金會痛批 嫌犯專找未成年對象犯案 再犯可能性很高 檢方因嚴格採取預防性羈押 以免無辜少女再受害 律師也指出 嫌犯曾強制猥褻6名女網友 雖然都沒能成罪 但有相關記錄達6件 又觸犯刑法加重強制性交罪 7年以上重罪 未羈押實在不恰當 動新聞台北報導